7点21分早安气象时间 又要迎接新的一周了 但是对北部东半部的观众朋友来说 这个秋天好像不是很热 就是突然变凉变冷 我们来看到这一波东北季风 将在今天达到最强 今天的最低温 平地本岛的部分是在桃园杨梅区15.3度 那么离岛的部分则是在马祖 也是在15度 除此之外呢 北部很多地区都上榜 像是基隆 新竹 新北市 台北 还有宜兰也都出现大概16-17度的一个低温 真的是有点冷的感觉了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呢 也要特别提醒您 今天在桃园 宜北 还有在宜兰地区 大多数呢高温跟低温都没有太大差别 大概是18-19度 所以说在20度之下 这样子凉凉的感觉之外 主要呢温度变幅不大 就是因为很湿 就是代表说降雨机会很高 那么另外呢 在竹苗也因为云度有关系 大概是18-22度 中南部地区中午前后还是比较偏暖一点 可是还没有到热的感觉 因为高温大概是28-29度 但就要留意了日温差会差到 大概9度10度左右 是还蛮大的 不过今天云量都比较偏厚一点 尤其是越往北部 东半部走的话 降雨机会还是偏高 可是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提醒您 依旧在南边会有一些热带扰动 萧萧长长 在热带性低气压生成TD-19 而且最快呢 可能今天或明天就会成为台风鲤鱼 但是目前看起来 它可能会在接近 旅宋岛东边之后 要不是大回转 不然就是通过旅宋岛 所以说暂时对我们没有影响 不过因为时间还久 还要持续观察 而主要呢 现在对我们的天气影响的 当然还是东北季风了 我们带来看到 今天开始虽然水气比较偏少 但是气象局还是针对了 基隆北海岸台北山区 还有东北部 发布了局部的大雨 还有豪雨特报 今天在这些地方呢 持续降雨的机会还是比较高 可是桃园 还有台北市跟花莲 台东地区就慢慢会从昨天 持续降雨的状况变成 有时候下一点点 有时候又是阴天的情形 所以说水气稍微减少 对于部分地区来说 是比较有感的 但是未来一周的一个降雨趋势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 今两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周三的时候呢 季风减弱 不过阴风面地区 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持续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 特别是在周四这一天 下一波的冷空气来袭之前 会有一道封面通过 所以整个北部东半部 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可是这样子的降雨 并不是很长久 马上到周五周六 等到这一波冷空气南下之后 又要快速转干了 但是转干的话 就要特别提醒您 这个辐射冷却的一个影响 因为呢 只有可能会是我们入秋以来 另一波最强的冷空气 尤其是在周五的晚上 到周六清晨这一段时间 在北台湾地区 有可能会掉到14度 也就是非常接近冷气团等级 所以因此提醒您 如果厚的外套 还有长袖衣服 还没有拿出来的话 周三这几天 好好把握一下 赶快把厚被子厚衣服 拿出来保暖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所以